謝謝大家 2000年宋楚瑜托黨選總統 當時獲破百萬連署 一張張身分證引一掃描 服貼在表格上 時隔20多年 中選會宣布規範不變 讓還沒取得總統參選 門票的郭振英有意見 沒有任何一條法律條文說 這個身分證要用 剪下服貼的方式 我收到了來自府院的小道消息 說府院下令中選會 用行政手段 來卡郭台銘的連署 只是說現在我們被砍掉了一隻手 那我們就只能當楊過 科技連署被打槍 國伴怒批被打壓 只能回歸傳統紙本連署 門檻確定28萬9667人 但眼前藍營有黨紀嚴防 根據了解 已經被停權的中常委藩承聯 不僅在中央黨部 車位登記被註銷 想找朱主席求情也無效 黨中央紅線畫上 就怕原先挺過立場鮮明的地方派系 也都選擇中央 我叫地方下去幫他連署 他如果經費下去 我也沒辦法插 有人要錢 我經費要怎麼選 真正有答應 會在台面下處理 台面上不敢 已退黨可以明著幫 有黨籍的若想案地幫忙組織系統 卻傳出因經費核酬問題 和郭正宜有摩擦 當時這些支付的流程都沒有問題 而最近地方為什麼變得比較低調 純粹是因為國民黨祭出了黨紀處分 我也感受到 侯辦那邊的決策方針已經改變了 郭侯的咖啡會 看起來好像因為 黨內某些主戰派的阻撓之下 好像要破局 郭辦砲口對朱立倫 畢竟現在連署回歸紙本 無論布設站點還是組織澳園 地方勢力都很關鍵 TVB新聞 劉沈楊佩玉 張凱玉 台北常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